秉持著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自愛是報恩 付出是感恩的精神 慈濟美國醫療置業基金會的職工們 在今年感恩節當天 將以感恩 尊重 愛 服務盛蓋博古社區的皆有 當天服務項目包括 感恩節火雞套餐 冠洗禮遇 減髮禮容 牙科醫療諮詢 環保毛毯 預含醫物和急救包的發放 社會服務及門診轉介 衛生教育宣導 人文關懷 免費流感疫苗注射等等 皆有他們在外面生活 尤其冬天非常的寒冷 所以我們有考慮到說 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都會需要一些襪子 所以我們非常感恩有一些廠商捐贈襪子給我們 不管是大人跟小孩 另外還有外套 還有長褲 那最重要就是給他們預含的毛毯 那這條毛毯是慈濟的環保毛毯 它是由65支寶特瓶做出來 是集結所有台灣慈濟志工的愛心 讓他們有這個毛毯 還有呢 在外面他們生活的時候 經常會有一些小的擦傷 割傷 所以我們有急救包 還有溫度計 然後還有一些消毒的一些基本 生活嘗試的用品 605 60號下面 有一些常態性100多位的街友都住在那裡 我們會有慈激的Bus去接他們到現場 另外在Arcadia County Park 我們也會有一部車子 那還有在Almonte 跟Vitian Nero這部分 有一個教堂 他非常發心願意把他的場地提供出來 讓我們來做街友的Pick Up 此活動得到了洛杉磯縣公園和康勒部 盛愛博谷街友關懷聯盟 盛愛博谷住宅和街友協調會的認同及支持 許多非營利組織也將參與此一活動 以感恩心共同為街友服務 國際衛視記者張宜瑞 劉淇慧 洛杉磯採訪報導